欢迎来到大家的《车言论》的圈数版 今天我们又来麻重赛道刷圈了 刷的是这一台我们自己买的极客001 这台车漆早就应该把它带来刷圈了 但因为有很多的拍摄任务 也拍了价值观 也去跑了更多别的赛道 甚至还跑了沙地等等的 所以现在这个车车况可能不太好了 开了1万多公里了 前阵子还扎了一条胎 我们在等原厂胎重新换完胎 才过来这边 今天就来正式给它刷一个圈 车子很大 赛道很小 但这个车动力很强 400千瓦的动力 我们这个是市区的 就看看大电车 在这里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来 それは是市场大人的 它有点永远的 空前的这边 我需要按照 点课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成绩就出来了 1分07.3秒 跟大家讲讲这个成绩得来不易 因为今天早上刚到赛道的时候 我们测电车都是要趁满电的时候测的 就怕它电量下降之后 它给不了最大功率 所以刚到赛道的时候 90%的电我就出来刷了两圈 赛道我也很熟车我也很熟了 但是刷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车非常的滑 所有的弯道那个车都非常不抓地 而且两个高速弯的时候 那车尾巴甩得很厉害 这个车在赛道跑必须要关ESP 如果不关ESP的话 几乎每一个慢弯在加速出弯的时候 它都是给不了动力的 所以一关了ESP之后 又发现这个车在低速弯非常推 在高速弯又非常甩 当时地面看起来的状态是正常的 但是实际上昨天晚上是下了一晚上的雨 所以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我们测的时候八点多钟的时候 实际上地还是湿湿的 微湿的 所以后来我们等到十点钟 太阳出来之后 晒了一会之后 我再开这个车小试了一下 我感觉地面的抓地力好很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电量就只剩下 大概是四分之三 再少一点点 就一半多一点的电量 没有办法也硬着头皮上 然后上了之后就刷出了今天这个成绩 就是1分07秒3 有个别的弯稍微表现不太好 但是我们算了一下 就算表现很好 这个车最快也就是1分07.0左右 但是我怀疑在我刷圈的那个时候 这个车可能已经没有最大功率输出了 因为在大直到末 我们这台车今天路德的尾数是145公里 其实以我们在这个场地测过的 包括一些Model 3、Model 3P 这样的高性能电车来讲 这个145的尾数不快的 你要考虑到这个车 其实它功率那么大 是吧?400千瓦的功率 应该能够再快一点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线图 它也就是加到145了 加不上去了 所以这台车今天这个圈数 可能不是它的最好成绩 但是我想说更多的主观的感受 就是这台极客001 我们这台U版四驱高功率 100度电池 今天在这个麻充的小场地 一测就发现 它的操控在这种小弯的这种赛道里 真的是让我挺失望的 说实话 之前在GIC测的时候 那种大场地 包括宁波赛道大场地没有问题 这个车大 但是它的大场地 你就放心把它甩进去 它的那种宽轮距 长轴距的优势 稳定性优势还是有 但是在今天这个产地 它的稳定性其实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两个高速弯 对它来讲都是比较窄的 然后那些小弯它就狂推 一推一头之后 你就直接就在那里等待人生 因为你必须等它推一头推完了 才能去再给油出弯 然后再给油出弯的时候 我发现这台四驱板 它的沉淀的动力分配 也是让我比较失望的 因为电视区的车 像特斯拉的Model 3P 它前后的动力调得很均衡的时候 你在弯中一给电门 这个动力是可以帮助你过弯 帮助你更快的出弯 但是这台车 你基本上在弯中只要一给电门 它的前轮的动力都太大了 所以就会加剧它的推头 你必须要等它基本上 整个弯都拐得80% 90% 快拐完了 你的方向差不多要回正的时候 你才可以大力给电门 这时候一给电门 尾巴会有一点甩尾的特性 就是尾巴会甩出去 这一下会帮助你甩一甩尾 然后更快的指向出弯去加速 但是这一下动作你要非常克制 等很久才能去给大电门 不然一给电门这个车就会推头 而且它一推头的时候 它的前轮在地面摩擦 是会跳的 就啪啪啪啪这样跳 就不贴伏 由此证明它这套空气悬架 其实是在这种激烈驾驶 我说的是压榨到百分之百的状态下 激烈驾驶的时候 这个空气悬架的贴伏性是不行的 这个空气悬架不是一套运动的空气悬架 虽然它在这些弯这么大一个车 它能把车的姿态控制得很好 这个车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晃动 侧轻都很小 包括在甩动的时候 它依然可以四平八稳的甩 但是这个空气悬架就是没有办法 去满足运动的驾驶 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一个极客001 你是非常注重运动驾驶的 我觉得不要选空气悬架 你去选机械悬架 说不定到有一些改装商 还能给这个车去匹配一些高性能的避震 也不一定 但是现在这个空气悬架原厂的避震 一定不是一个性能取向的 轻描淡写开的时候还挺行云流水的 这个车其实我刚才说 那个甩尾的特性 如果不是做圈速的话 你让我就是为了拍摄这样甩 我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甩尾动作 很夸张的都可以 但是那样是不快的 今天要快的话 我就发现它这个电视区的动力分配 是很难让它在弯中跑得很快 之前其实我们在GIC拍价值观的时候 刷1分33点几 那个圈速还挺快的 但是在GIC它更多的是靠 短直线的那种提速来实现它的快圈速 弯道上它还是损失时间 然后今天这个全是弯道的小赛道 它损失时间就非常多了 还有就是今天出大直道的时候 我踩进电门 我发现它的动力都是分两级来的 踩下去感觉有80%的动力 然后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才突然到100% 所以我怀疑这个车在我开的时候 也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功率受限的状态了 好了 今天有点失望 没有把这个车最强功率的状态 去刷出一个圈速来 但是也算很完整的对它的了解 就是现在这个空气悬架的这个版本 真的没有什么运动的基因 就真正激烈驾驶的时候真的不行 包括它这个座椅 这张座椅真的在赛道驾驶真的痛苦 这个腰间 腰背这里完全没有承托的 就整个身体在这里滑来滑去 你看看到吗 滑来滑去 然后它这个头枕 因为它这样是突出来的 所以我戴了头盔之后 我的头会被它这样往前顶 我必须要把这个靠背调到很斜 然后我的头盔这样顶住 我头才是正的 然后这时候我的腰就更加没有支撑力 所以这张座椅也是完完全全 不适合运动驾驶 那这样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极客001 他们厂家说要再去开发一个 真正的高性能版 因为这台车现在的底子很多东西 它真的就不是个高性能的车 百公里加速3.8秒可能是高性能 但是在操控上 它真的没有做到高性能